在我身后的就是历经九百多年历史的寿县古城墙 寿县古城墙位于安徽省淮南市的寿县 是战国四公子春森军黄歇的封地 寿县曾有名寿春寿州寿阳 位于淮河南岸的八宫山南路 在古代这里是南北交通的要道 地理位置十分的重要 寿县在历史上曾经四十为都 分别是春秋的菜果 战国的楚国 西汉的淮南国 以及东汉末年元术的大城国 寿县古城墙始建于北宋 到现在已经有九百多年的历史 古城墙的全长有七点一公里 它的外侧抖角高手 而它的内侧则比较平 是我国保留最为完好的宋代古城墙 城墙里面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几十年前的风格 古城墙有四座门 这是南门通肥门 也是古城最为繁忙的城门 可以通行机动车 这是东门叫冰阳门 这里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 匪水之战的发生地 西门叫做定湖门 目前东门西门北门还依然保存着完好的问城隔壁 当地人穿越两个门洞就可以进城或者出城 城墙的四周呢就是护城河 这座城墙不仅见证了太多的金戈铁马 而且它除了防御战争功能以外 还有防水防洪的功能 1954年和1991年两次特大洪水 这座古城墙都将洪水拒之门外 可以说用部落金汤来形容它也一点都不过分 这也是这座小城显得格外不同的地方 更是受限这座县城最大的历史财富